多少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种混合筹资 赴认股权证债券筹资 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认股权证 这个认股权证呢是公司发放的一种凭证 那么这种凭证它可以授予我们持有人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公司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和我们在以前所讲的这个 看涨期间有点像 因为它有约定的行权价格 对吧 这个特定价格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行权价格 然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买权 对吧 给它是一个买权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认股权证 它实际上也是具有这种期权的这种性质 就是赋予我们持有人 在未来的一个特定期间 以特定价格买股票这样的一种权利 所以它的就是特点啊 和我们前面讲的第七章 以股票为标的物的看涨期权相比啊 它们的标的资产都是股票 所以它的这个价值会由于股票价格的波动会变化 第二个呢 它都是一种选择权 对吧 赋予我们持有人 未来呢就是一个选择权 就对我有利我就行权 对我不利就不行权 还有呢它都有执行价格 这是共同点 但是我们关键是要注意认股权证 和我们以前所讲的 以股票为标的的看涨期权的区别 第一个呢就是说行权时的股票来源 对于权证的行权 这个公司呢是要新发股票的 所以由于我们这个认股权证 这个权证持有人要求行权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 我们刚才讲认股权证是我们公司发行的 允许它的持有人将来按照 约定好的这个价格来买我们 这个股票权利 那这个股票 那是我们公司新发的股票 所以由于公司新发股票 它会引起股数增加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稀释美股收益和股价 但大家可以回忆我们在第七章 讲的股票期权 我们说这个看涨期权的行权啊 理论上讲它的股票呢 实际上是来源于二级市场 但其实在实物中 我们对于期权的行权 实际上是不需要去交割股票的 我们只要结清价差就可以了 我们期权就是证差价的 对吧 你只要给我补清差价就可以了 所以它不会带来股数的增加 没有这个稀释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对吧 就是权证的行权会带来 新的资金的流露 但是以股票为标的看涨期权呢 它实际上 他们实际上就是期权的 这个多头和空头 他们在 比如说多头要行权 那么空头只要把差价补给他就可以了 是吧 即使比如说你需要交割股票 那也是来自于二级市场 不是发行公司 他自己去蒸发股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还有就是期限的不同 一般来说我们的看涨期限 看涨期权的期限比较短 一般就几个月 像我们包括我们在以前 举的例子都是半年期啊 什么三个月啊这样的 但是认股权的期限比较长 有的可能达到十年或者更长 所以在估价这个方面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 在实物中对期权的估价经常用的是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 就简直是BS模型 对吧 但是BS模型它的假设前提是假设标的股票 是不发股力的 那我们在前面讲这个看涨期权估价的 因为期限比较短 所以你是假设没有股力的支付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附带认股权证债券啊 或者我们发行认股权证 它的期限很长 有的是甚至十年或者更长 这样一来 那你这个假设它十年都不发股力 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它是不能够用BS模型来估价 这是认股权证和我们看涨期权的这个区别啊 我们可以看以前的一道单选题 它问我们下列关于认股权证与股票看涨期权 共同点的说法中正确的是什么 它说两者行权后均会稀释美股价格 那这个不对的 权证的行权会稀释 看涨期权不会稀释 B 两者都有固定的行权价 这个是正确的 对吧 它说都会稀释美股收益 所以这个很显然我们说过 认股权证的行权会稀释 但是看涨期权的行权不会稀释 那么我们这个股票的来源呢 权证的这个行权 股票是公司新发的股票的 而看涨期权的行权来自于二级市场 所以其实它这个只有B是共同点 ACD二者是不同的 所以应该选择B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就是发行认股权证的用途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公司发行新股 通常股数增加 会使美股收益啊 或者美股的市价会稀释 那么我们通过呢 给这个原有的股东 给他一定的这个认股权证 而这个认股权证呢 我们约定好的这个认购价格的话 一般来说比较优惠一些 是吧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给老股东一个相应的优惠 可以弥补它呢 就是说我们一旦发行股票 导致它的股权稀释 而且权证本身是有价值的 因为你是按照一个 约定好的价格来买股票 哪怕股票市价涨得很高 你也可以按这个价格来买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权证 它也是一种选择权嘛 那有价值 所以可以直接出售权证 你需要钱可以把权证卖掉 也是给你的这个老股东一种 等于说是一种补偿 所以这第一个作用 就是为了避免原有股东 每股收益股价的稀释 给它一种补偿 那么第二种作用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激励工具 是吧 就作为一种奖励 发给我们公司的管理人员 就激励它 你将来公司经营好了 股票价格涨了 你可以按约定好的价格来买股票 对吧 那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挣差价了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的 就是在实务中 我们经常碰到是权证 附带这个债券啊 或者是债券附带权证 是吧 就是我们如果把权证和债券同时发行 这样可以吸引投资者呢 购买票面利率比较低的这种长期债券 所以它是一个筹资的促进工具 对吧 它可以这个促进我们这个低利率的债券能够成功的这个发行 而且将来权证在行权的时候 它又会带来一个资金的流入 所以它是一个筹资工具 这是权证的用途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我们说其实我们这本书重点介绍的是附带任股权证债券啊 或者说我从我们国家目前来看 任股权证最常见就是债券加任股权证 我们对于这个附带任股权证债券呢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持有人呢 依法享有在一定期间内 按照约定的价格 认购股票的这个权利 这是我们的任股权证 是不是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债券 它指的是公司债券 附带任股权证 你不仅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债券有关利息 而且呢 还可以什么呀 按照约定好的价格来购买股票 所以它是债券加上任股权证的一个产品组合 那么对于附任股权证债券呢 我们书上呢 给它分成了四种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第一种就是分离型的 附任股权证债券 这个所谓分离型呢 指的是这个任股权证 和公司的债券是可以分开的 就是权证 它可以单独在这个市场上 可以自由买卖 债券也可以单独自由买卖 所以这个权证和债券 是可以分开来这个交易 我们把它称为是分离型 其实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一般不特指的情况下 它说我们发行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我们通常指的都是分离型的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那我们再来看相比较分离型的 就是非分离型 那么什么叫非分离型呢 就是这个权证是没有办法和这个债券分开的 就是不能分离的 就两者的程序期是一致的 同时流通转让 那么从发行到交易 这两个都是合二为一 不能够分开转让 其实我们后面要给大家讲 这个可转换债券 实际上我们就是 可以给它 视同是一个非分离型的这种 就是所谓付任权证债券的感觉 就是我们这个债券 可以转换成股票 这个转换权和债券 是不可分离的 其实你看我们对于这个 到底是付任股权证债券 还是可转债呢 比如说你像经济法里面谈的可转债 会说就是分离型可转债 和不可分离型可转债 就它好多称谓 其实它这个分离型可转债 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的权证家债券 对吧 这个权证和债券是相互分开的 在市场上他们可以分开来 单独在市场上去买卖 这就是分离型的 那你非分离就是不能够单独买卖 他们两个是合二为一的 是必须 就是它是 就是人说是不能够分开转让 对吧 你是这个合在一起来转让 你可以是吧 另外它的存续期也都是一致的 就非分离型的 我们一般来说考试不特质的情况下 我们都指的是分离型的 付任股权证债券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对于付任股权证债券还可以分为现金费入型和底角型 这个现金费入型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持有人行权的时候 他必须要拿钱来认购股票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对于发行这个认股权的这个公司来说呢 这个权证的行权会给公司带来现金流入 所以称为现金费入型 同样考试只要不特质的情况下 我们谈的付贷任股权证债券 指的是现金费入型 那么大家看 什么叫底角型呢 就指的是这个公司债券票面金额本身 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直接转股 实际上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可转换公司债资的形式 对吧 就是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把这个债券变成股权 那么就直接把债券转换成股票 就是我们这个持有这个债券的人 他是不需要再拿出钱去买股票 就直接拿债券转股票了 所以这话大家就知道一下 考试只要不特质 我们不特质的情况下 我们谈到的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是什么呢 是分离型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现金 汇入型的 我们后面给大家讲的都是针对 这个分离型现金汇入型这种 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来给大家介绍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这种 分离型或者说现金汇入型的这个 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怎么去给他估价 怎么去算他的这个成本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权证的价值的这个确定 我们这个教材这块他没有就是直接给出这个公式 但我们以前也曾经考过 就大家理解一下 你看我们是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如果要是单独的发行债券 那么如果这个债券的利息率 票面利率比较低 低于市场利率 那我们就得折价发行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为了吸引投资人购买我这个低利率的债券 我把这个债券呢 还附带了一个权证 也就是说你买我的债券 我会送你这个权证 允许你将来 按照约定好的认购价格来买我的这个股票 所以就等于说给他一个选择权 由于给他这个多的一个选择权 那我这个债券得以呢 比如说平价发行 或者说甚至溢价发行 也就是发行价格呢 就提高了 那你想为什么会提高呢 就因为我含着这个权证的价值啊 所以如果让你确定 我们这个债券所附带的这个任股权证 这个权证值多少钱 那我们就把呢 这个附带任股权证这个债券的发行价格 考试如果考 我们会给你 他会告诉你是平价发行啊 还是溢价发行 对吧 然后减去呢 存债券的价值 这个存债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这个权证 光是单独的债券本质 那这个存债券价值 跟我们在第六章讲的公式完全一样 对吧 就是按照普通债券 把它各期利息 折现 然后再加上我们到期本金的 这个限值 给它加起来就是我们的存债券价值 而且我们求未来的利息本金 折现 折现率呢 就是按照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就是应当的啊 按照当时的市场的状况 它这个市场利率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谈的存债券价值 这个就是完全按第六章的知识来把握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强调的是未来的 是吧 未来的流入 本金当然是未来到期的本金 是不是 这是存债的价值 发行价格是给的两亿减 不就是你所附带的权证的价值 不过经常呢 他会告我们说一张债券附带 比如说十份权证啦 或者二十份权证 附带是多份权证 那你这个价值呢 实际上是附带多份权证价值 如果让你求每一份权证的价值 你只要把它附带的任务权证的这个章数一除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有关权证价值的这个确定 应该好理解 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书上这个例 十到六 他告诉我们说 A公司目前的股价是每股二十元 没有负债 预计公司未来是可持续增长 增长率百分之五 然后呢 公司准备通过平价发行 所以他告诉我的发行价格是平价 是吧 发行负贷任务权 债券筹积资金 面值每分一千 由于你是平价发行 所以我可以推出来 我们的发行价格应该也就是一千 对吧 然后他又告诉我们呢 这个债券的面值每分一千 期限是二十年 票面率率百分之八 同时呢 每分债券附送了二十张任股权证 权证是在十年后到期 到期之前 每张权证可以按照二十二元价格来 购买一股普通股 然后就给了我们这有关的数据 是吧 这个上我们 就是每股的价格二十 增长率百分之五 面值一千 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八 任股权证 行权价格二十二 附贷的权证是二十张 是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补充一下要求 因为我们书上它是讲原理 没有以致为致 他问的是 如果等分险的 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十 那你可以想 我的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八 而你市场利率给的是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如果单独发这个债券 它一定是什么呀 折价发行的 但是呢我们这要提 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评价发行 附带任股权证 所以之所以能评价 因为我附带的选择权 是吧 所以它让我求这个权证的价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发行价格 它告诉我是评价发行一千 减去一个什么呢 存债券的价值 对吧 就是不含这个 润股权证的存债券 那存债券价值的这个确定呢 和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第六章完全一样 因为你看我们都要提的 票面利率百分之八 面值一千 所有的利息就是八十 对吧 各期利息它每年负息一次是年金 然后责限率一定要按照市场利率 然后我们这个债券呢 它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期限是二十年的 所以呢我的这个利息 二十年的年金限值 到期本金一千 乘上一个负利限值 这样一来大家看 这个差额啊 就是我们附带的全证的价值 但因为我们这道题告你说 我一张债券 附带的全证是二十张 所以这个一张债券 我们发行价格超过存债券价值 这个差值要平分到二十张全证上 所以问的问题是 每张认过全证 我说也除以二十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计算 由于它是 票面利率只有百分之八 折限率是百分之十 所以你看我算的结果是折价 829.69 那我们一千要比它超过这个差额 170.31 就是我附带的全证的价值 但因为我二十分 所以除以二十 所以第一份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们再来看啊 其实我们财务管理对于筹资 特别重视 让我们去确定它的资本成本 是吧 所以呢考试的话 经常会让我们算一下 附带认股全证债券的筹资的成本 那么计算这个筹资成本呢 其实我们是 就是利用这个内涵不好律的方法 有点像我们 以前讲那个债务的资本成本的计算 我们可以用到期收益率法 是吧 那么对于附带认股权债券的话 它也是 就是利用我们投资人的内涵不好律 因为到期收益率 我们普通债券 它就是到期日拿本金 而我们的附带权可能还有一个 期权的行权的收入 所以它都是一个内涵不好律的概念 是吧 那么按照内涵不好律 就是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入的限制 刚好可以弥补流出的那个折限率 那现在我们就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大家可以跟我来分析一下 如果呢 我们投资购买 这个附带认股全证债券 作为投资人来说 它初始的现金流出是什么呀 就是买价 对吧 我购买这个 附带认股全证债券 我的购买价格是多少 也就是这个债券的 它的发行价格 对吧 你的那个发行价格 不就是我们投资人购买它 要花的这个钱吗 这是你的现金流出 那我们投资购买这个附带 全证的债券 我是期望它 未来给我带来现金流入的 那这个流入是什么呢 首先大家看 我们给大家谈了 只要不特指 我们谈的附带认股全证债券 是分离型 这个附带认股全证债券 分离就是说 它的权证和债券 是可以单独的 这个流通 是吧 可以分开来这个交易的 所以就是我们 这个总共这个 像我们刚才那样的一题 30年是20年期的债券 那也就是说 这个债券的利息 那么 拿到到期日 你就会拿到 20年的利息 是吧 我会有利息的 我可以得到利息 而且到期 我们还可以收回本金 对吧 这都是我的流入 那么除了这个 普通债券的 这个现金流入以外 我还多了一个什么呀 权证的 行权的这个流入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条期告你说 在第十年末 到期这个认股权 比如我们T10年 权证 我们要考虑行权了 当然行权 你要知道 认股权证 对于我们持有来说 是一个选择权 就是他赋予我一个权利 按照约定好的认购价格 来买这个股票 如果在这个行权日 比如T这个时点 股票的市价 ST 超过了约定好的认购价格 那我就愿意行权 对吧 因为他实际上也是一个 看涨期权 是买权嘛 我希望到期的价格要高一点 所以我们的行权的收入是什么呢 假设这个ST 超过了我们约定好的行权价格 X 那我会有行权的价差收入 另外大家注意 因为我们附带认股权证 在全面我们知道的一题 它是附带了20份权证 每份权证都能买一股股票 那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一股股票的市价 ST超过X差额 20份呢 我就可以获得20个差额 所以我要考虑总的 行权的价差收入 对吧 就期权是正差价的嘛 我要考虑认股权证行权 带来的价差收入 所以现金流入有了 你让我求它的内含不好率 那不就是 逐步测试内差 找到使得未来的流入限值 刚好可以弥补流出的那个责限率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计算出来 这个有关内含不好率 或者我们都附带认股权证债券的成本 这个成本是一个税前的哈 你看我们算上 严谨点上讲 这是我们的一个 税前的资本成本 那这个税前的成本 它应该有范围的 也就是说啊 如果要是你算出来 这个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这个内含不好率 比这个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低 那么投资人不接受 对吧 投资人就买普通债券了 所以你最起码吧 你要高于普通债券的这个市场利率 另外呢 我们说高的话 投资人当然高兴了 对吧 但是对于我们筹资人来说呢 一旦给了你包务率高 我们筹资人付代价就高啊 所以我们说也别太高了 如果它比发行 普通股的这个成本还高 那我还不如直接发股票呢 然后注意口径一致 就是说如果是税前都是税 如果税后都是税后 当然看 也就是说我们计算出来的 附带认股权证这个资本成本 也就是我们谈的内含不好率 它应该要比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要高 这样的话投资人才会接受 但是不能太高 就是你要比这个普通股的税前的成本 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股的股率是税后利润支付的 我们要考虑税后税前的话 那你就要把普通股的成本除以一减梯 或者是你都用这个税后的这个收益率去比 是吧 就是内含不好率 就是我们算出来的附带认股权这个内含不好率 乘以一减梯 你要比普通股的成本低 但是呢 要高于我们债务的这个税后的这个市场利率 就是普通债务的是吧 所以它应该有个范围 就你要让投资人和筹资人都能够满意 是吧 如果你要是期望收益率太低了 投资人不接受 但你特别高 比发股票的这个还高 那我还不如直接发股票 是不是啊 所以它是有一个范围 我们来看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怎么来算它的筹资成本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这个债券呢 因为它是平价发行的 所以初始投资人的买价就是按照一千块钱来买这个债券 然后利息呢 因为它是分离型的 附带任股权的债券 所以它的利息 就是你权证行权不影响我拿利息的 我利息还是八十 拿二十个八十 对吧 到期我要拿本金一千 但是呢 它告诉我们这个权证在十年后到期 在到期之前 你是可以啊 就是按照约定好的价格来买股票 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在 行权日 我在第十年末 我必须要行权了 要不然的话 你之后就作废了 这个权证十年后就到期了 所以我们这会儿要考虑一个价差收益 要把第十年的股价 减去我们约定好的认购价格 认购价格呢 它一定是预先约定好的 对吧 它告你是按22块钱 就是我们的 X是22 ST减去X 然后我们一张债券付送了20份权证 所以我可以买20股股票 是吧 所以关键是这个 第十年的股票价格怎么来确定呢 我们在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股力逐年稳定增长 假设我们的期望报告率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以前推过一个公式 是吧 就比如说我们说 零时点的股价等于什么 如果你要是这个 它的股力是逐年稳定增长 N趋于无穷 是吧 我们说零时点这个价格 我们以前用的是P 现在我们用S一样道理 S0是什么 第一除以2S减G 对吧 那你1这个时点呢 对于1来说 它的未来股力是第一乘一加G啊 所以我S1是什么呢 是第一乘一加G 除以RS减G 对吧 那你要如果问我第二年呢 它的预期就是第一乘一加P平方 所以依此类推 我们在前面讲过 我们有一个关系公式 就是ST啊 应该等于S0乘上 一加上增长率的T字方 你像我们这里面已经告诉你是 可持续增长了 是吧 是增长率5% 所以我这个S第十年末的股价呢 就用当前的S0 20 乘上一个1加上增长率5%的10次方 这个可以考试的时候 那你说我这还得要考虑并次方 因为我们有负利中值系数 这相当于是利率5% 期数为10的负利中值系数 是吧 也可以插表 一层就可以 所以当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第二问 让你算他的这个税前的资本成本 那就是我刚才谈的 我们第一年的流出是1000 每年有利息80 然后我们到第十年末的ST是32.58 所以我的行权的价差收益ST 减去X乘以20 是吧 所以我就说我这个 这个地方是32.58 然后呢 大家看那现在流量都有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要找到时的未来的流限值 等于流出的这个折现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列了这个 就是计算折现率这个公式 利息是年金 所以80乘上20年年金系数 再加上一个呢 我们这个行权的价差收入 就是ST减X乘上股数20 我们算的结果是211.6 所以呢 这个这是一次性款项 所以211.6乘上一个 10年的负利限制系数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1000乘上20年的负利限制 因为到期本金嘛 然后减去1000等于0 我们书上谈到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事务法 或者利用我们计算机的函数 就是利用Excel的 一个插入函数IR 或者用金融计算器 那个IR那个功能 都可以 但是我们如果手工计算 假设我们考试的时候 人家不让我用金融计算器 我们在求的时候 大家 我们有一个规律 因为大家知道啊 就是 他在考试的时候 你放心 不会说让你的测试范围特别大 他一定是让你和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去比吧 那既然是和普通债券市场利率去比 那我们就在10%的这个周边去测 就通常我们会想 他是不是不可行啊 是吧 或者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先按照这个 比如说我就先按 这个假设我们比他这个稍微低一点啊 因为他一般他 尤其他像我们这套立体 你看他问你一下 怎么去调整啊什么的 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是不可行啊 我就先比那个10%的普通市场利率先低一点 就是我先设这个择限率是比如说9% 那如果我设9%呢 未来的流物限值比1000 如果要小的话你就往低测 比他高的话你就往高测 完成一顺的对不对 所以是让我们利用逐步测试 其实顶多测两次也能够找到这个范围的 我们后面可以结合这个考题来说啊 所以就说 就是我们讲的求内含包含率那个方法 是吧找到使得未来的流物限值 刚好弥补流出的那些则限率 逐步测试结合内差就可以得到 那你看我们这要题是8.98 他要比我们的普通债券市场利率低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提问里面哈 我们让你判断投资人是不是接受 我们说不接受 因为他比普通债券市场利率低 所以不接受 然后我们看第四问 问你为了提高投资人的报酬率 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调整 高票面利率 这样可以把你的利息流入调高 对不对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改变的呀 我们还可以考虑 因为你除了这个利息的流入 我们刚才说在T10点 我还有一个行权的价差收入 那么跟我的条款有关 因为我们ST-X乘以N对吧 你还可以考虑什么呀 我送他的认股全赈 这个张数多一点吧 对吧 还有呢这个X 我得可定的价格低一点呗 这也是一种条款吧 也是改变吧 还有什么呢 就如果这个公司的股价一直在涨 然后呢 我就把他这个行权的日 可以往后推一下 就别第十年就行权了 你可以往后再推的延长一点 是吧 就是到期日 给他 别说十年后到期 比如我说十五年到 后才到期呢 所以在这十五年 他股票价格已经涨比较高了 你X还是那个 这样价差不就多吗 所以他 他可有哪些方式来调整这个附带任务权的条款呢 那你就想影响我留物的条款 因为我们对于附带权定债券 我也要定他的票面利率 对吧 要定他的有关的期限 然后他的这个所谓行权的价格 是吧 像这些我们都可以考虑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可以考虑改变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考虑降低X执行价格 调高票面利率 是吧 然后因为我们这要立体 他的股价是在上涨的 所以你还可以 我们就是说延长这个行权日 是吧 另外我们附带 提高附带任务权数量都可以 是吧 这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第四问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问 发行公司应该如何调整票面利率 投资人可以接受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这个答案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就是降低执行价格 还有呢 我们可以提高附带任务权数量 是吧 因为我们那股是 ST-X乘以N 就是行权的这个价格收入嘛 还有我们要提高 票面利率可以提高利息收入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把这个 X降低了 把这个N提高了 还有我们票面利率提高都可以 还有因为如果股价局限上涨 其实延长我们这个行权日 就可以使ST就提高了 是吧 因为我们的ST 我们讲的是S0 乘以1加上增长率的这个T字方 那你这个G是正的时候 是吧 那你这个T越大 它这个ST会高嘛 所以这样可以来考虑 我们有哪些措施 可以调整 使得投资人的暴力提高 我们再来看第五问 他说如果发行公司呢 考虑调票面利率 他就问你 应该如何调票面利率 投资人 他问的是投资人可以接受 那我们就上次要考虑 投资人能够忍受的 这个最低的票面利率呗 是吧 那么我们其实呢 像这种题 让你调调款 要考虑投资人接受 那怎么来做呢 就是我们把那个择限率啊 就设为什么呢 就设备投资人能够忍受的 那个最低的期望收益率 不就是10%吗 所以他用的公式 还是我们刚才这个公式 只不过大家看 把这个IRR的地方啊 要变成10% 但是票面利率 变成未知数 所以你看我们列的这个公式 所有的这个 他还是利用我们刚才那个 求面含不好率的公式 但是我把面含不好率 作为已知数条件 变成10%了 但是票面利率 因为你求利息是面值 乘以团队我票面利率是被知数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 还是用刚才那个公式 使得未来留线值 刚好可以弥补流出 是吧 我们要找到他的一个 内含不好率 那现在我们说 内含不好率 我已经给你了 就是10%了 然后让你倒求 票面利率 所以这样就可以得到 我的票面利率 那么同理 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们让你求的是什么呢 怎么样调整 认购价格 认购价格的话 相当就是这个X 对吧 就是让你调X 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的利息不变 那利息还是 比如说80乘上 P-A 然后我们还是 按照面含暴力的 临界10% 七数为20 复利限值这块也不变 就是到期本金1000 P-F 利率10% 七数为20 对吧 就是行权价格这一块 这个ST呢 因为我们刚才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问的是 怎么调X 所以ST没有影响 还是用S0 乘以1 加上我们的那个 增长率的 就是十字方 我们刚才得到这个 ST是32.58 对吧 那你就给我加上一个什么呢 32.58 减去位置数 X 对吧 乘上我们的 是20 然后这块乘上一个 10年的 负利限制系数 就相当于这个 X位置数了 令它等于我们的 初始流出1000 那你去盗求这个 行权价格X 不就完了吗 所以用的公式 还是我们刚才的公式 就是把择限率变成 我们可以接受的 最低的那个市场率 然后盗求它 让我求的那个条款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我们书上的这个例子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对于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筹资的优缺点 那么优点呢 我们说上谈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发行 附带认股权证债券呢 可以起到一次发行 二次融资的作用 这个主要的这个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谈的这个 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它首先发债券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发行债券的这个 筹集的资金 然后将来全赈的行权 全赈行权会带来 现金流物的 对吧 因为我们谈了 有关这个 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只要不特指的话 它实际上是 现金汇入型的 所以就说全赈的行权 会带来现金的流入 所以它会有 两次融资的作用 但是只需要一次发行 这样还可以 节约筹资费 对吧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 委托成销发行等等 那我们实际上 在这个全赈行权 这块 你不用再去委托了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初始是吧 所以它是第一个作用 它有二次融资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附带 任股全赈债券 就是为了吸引投资人 购买我们的这个 低利率的债券 所以它可以降低 相应的债券的利率 是以任股 就是它这个全赈筹资吧 它就是 以潜在的股权稀释 为代价 但是呢 它可以吸引我们 买低利率债券呀 那就可以 降低我们的利息 就是它的这个优点 但是缺点呢 灵活性差 这个主要是要跟我们 后面要给大家介绍 我们将来后面要讲 可转换债券 可转债一般都会有这个 比如说什么赎回条款啊 强制性转换条款 是对发行公司 有利的条款 那就是增加 发行公司灵活性的 但是我们 附带任股全赈债券 没有这些条款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比如说 假设我们的市场的利率 在大幅度降低 我原来发的 附带任股全赈债券 利率太高了 那我后悔了 后悔了呢 如果要是有赎回条款 就好办 对吧 我就可以把这个 就是我们原来发的 高利率在这赎回来 重新再发 但没有赎回条款 就是市场利率已经很低了 你原来发的高利率在这 你还得支付高利息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一旦要是说 这个公司经营特别好 股票价格 增加的非常多 比那个约定好的 那个认购的 那个执行价格高出很多 如果要是有 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赎回条款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我就提前赎回 不让他转股了 是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 你这个 没有这个条款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是吧 还有包括我们 假设是希望他转股的话 你本来是可以有强制性转换 但是 负担任务现在 没有这些条款 所以他的灵活性 就不如我们 后面要讲 那个可转换债券 就是他的第一个缺点 灵活性差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 呈销费用 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相关于两种证券 既有权证也有债券 所以成销费用高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就是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筹资的优缺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去年这个考题 我们去年都要提 他说 假公司是一家 从事新材料 研发生产销费用的上述公司 为了投资新项目呢 公司要发行 分离型 赴任股权证债券 进行筹资 给了我们有关资料 第一个就是 每份债券的面值是1000 期限10年 票面利率6% 每年末 付息到期还本 债券按面值发行 每份债券呢 同时还附送 50张任股权证 每张权证是按照 55万元的价格 来买一股股票 所以他认购价格 相当于这个 我们的行权价格 X是55的 这个权证的期限是5年 我们这个债券的期限是10年 然后呢 自债券发行日开始计算 假设任股权证 都在第五年末行权 然后第二个资料 告诉我们说 预计公司 未来7年的股权自由流量 分别是 3个亿 4.2亿 5亿 5.4 5.7 6.3 还有6.6 就他给了未来7年的股权自由流 然后以后呢 就都按5%的永续增长率来增长了 所以看他这道题 直接给了股权自由流了 他其实是和我们前面 那个股权的这个 就是第八章股权价值相结合的 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 我们抽出来一块已经讲过 但是我们可以接着来看一下 第三个条件上告 我们说公司目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有两亿股 股权资本成本10.5% 等分险的债券 他的普通贷市场率8% 所得税率25% 我们看他的要求吧 你看他这个考题 他就是有点像 有一些简答 是吧 所以我们是 希望大家就是 我们这个新的出题人 他比较喜欢考一些定性的 是吧 因为我们定量的 我们同学拿高分太容易了 但是定性的话答的不好 那他反而容易扣我们分 是吧 所以我们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 定性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 包括你要做个多选题什么的 你实际上也是要把它记住的 对不对 我们类似于这种简答 并不是说让你一字不落 一定是要把它主要的关键词答对了 他判分也是按照关键词 是不是对来给分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 那你什么是认股权证 那么认股权证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等于说我们这个公司发行的一种 就是允许按照约定好的认购价格 认购公司新发股票 一种凭证 对吧 然后因为你什么是分离型 那就说我们的权证和债券 他们两个是可以 就是分开来的 是吧 他们俩可以分开来自由 来流通 是吧 也就是他们俩的这个 就是不是说必须要合二为一 就是我们的权证的 这个交易和我们的债券 它的是可以相分离的 是吧 就是所谓分离型的 还有大家的附带 认股权证 策资有什么优缺点 那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它的优点 它可以二次融资啦 然后它这个 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利息 是吧 但是它的这个 缺点就灵活性差 策资费用高 是吧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关键是看 后面的几问了 我们看第二问 那你预计第五年年末 假公司股票 美股价值 他问的是第五年末的 假公司股票价值 因为我们想要算那个 S5嘛 大家看一下 第五年末 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求股票价值 是未来的现金流物限制 是不是 我们这块再啰嗦一点 他给出了 哎 当前的10点 是零10点 那股权自由流量呢 未来七年 第一年是三个亿 啊 我们就偷懒了 不要写了 第二年是4.2亿 第三年呢 是五个亿 第四年 啊 我们说是 5.4 第五年呢 是多少 5.7 对吧 然后第六年 他就给的是 6.3亿 第七年 是6.6 然后告诉我们呢 以后都保持 按5%增长 那就第八年说 6.6 乘以 1加5% 第九年也是 以此类推 那你看他的提问 问的是 第五年末的 股票价值 那我第五年末 就这个10点了 对于这个10点 我们这个ST 就是S5啊 我要考虑 未来的现金流 也就是你在第五年末 你买这个公司的 股票 你愿意花多少钱 过去的股权流 跟你没关啊 是不是 看起来给了一堆 但是你要考虑 是未来的 那你未来 对于第五年来 你看未来 6.3 那就是一次的负利限 对吧 你要让我求这个S5的话 那就相当于6.3 股权资本 就给你10.5% 那是除以 11加上10.5%的一次方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七年 因为第七年几以后 只要第七年后面 是按5%增长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那就是 直接拿第一 6.6 除以Rs减击 Rs是10.5% G呢是给了我们5% 但这个呢是把七到无穷 折到第六年末了 所以你怎么办 还得再给我乘个 1加10.5%的 负1次方 就再除个1加10.5% 就这意思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 我们这个 第二问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第二问的计算 我可以得到 它是等于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股权价值 是吧 但是我们想求是第五年末的 每股的 让你求的是每股的价值 那你每股的价值 我们要考虑它的股数啊 是不是 那你可以看它这个公司 发行在外的这个股数 是多少 是吧 那告诉我们说呢 这个公司发行在外两亿股 所以你要把这个 这个是总的股权流啊 我要求每股的价值 所以我得除以两个亿 对吧 这样就可以得来了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ST的确定 那么这个ST呢 我们算它的这个结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通过计算 是57.15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 IT是57.15 那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它的 第三个 让你求它的附带 任股权价税前资本成本 那我们可以看我们现金流 初始的流出 因为它是平价发行 面值就是1000 然后这个债券呢 它是10年 对吧 它给的我们这条题的债券 它是一个10年期债券 然后呢 我们这个票面利率呢 给的是6% 所以这样一来 那大家看一下 票面利率6% 那就是利息60了 面值乘以票面的利率 60 10个60 这是分离型的 对不对 到期 按面值环本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说第五年末行权 对吧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 第五年末的行权价差收入 S5 我们刚才刚刚算出来了 是57.15 是吧 所以我拿57.15 减去它给我约定好的 认购价格 它是告诉我们说 按55块钱来买 所以我要减去55 是吧 减去55 然后呢 每张债券呢 它送我的这个 全赠的这个张数呢 是送了50张 那么我们这样一来 那我再乘以50 所以你的现金流物就有了 然后我们 这个未来的流物限值 是吧 那大家看我们啰嗦一点啊 那就是我说 60乘上10年的年金限制期数 利率是未知数R 是吧 期数呢是1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第五年末 这是57.15 减去55的话 那相当于是2.2 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 2.15乘以50 对吧 那么就等于说 这个2.15乘50 你要给我乘个 5年的复利限制系数啊 然后到期的本金1000 我要乘个10年的 复利限制系数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基本公式 我们要令它等于什么 等于1000 对吧 我们实际上未来的流物限制 等于流出1000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想谈一下 如果你要是有 金融计算器就好办了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 给它利用我们的那个IR 那个功能 输入现金流量 就是不同时间流量的输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IR 但是呢 有的时候考试 我们可能考场上不让我们带 是吧 那我们逐步测试的话 大家注意 不用考虑测很多次 你就考试的时候 怎么去测呢 就测我们这个 普通债券市场利率 按它周边来测 你像我们这条题的 普通债券市场利率8% 你在8%的周边来测 对吧 然后呢 你看它这个底下又问我们 是不是合理 然后你求合理区间 这个可能通常就不合理 是吧 那可能达不到8% 所以你可以按8%低一点 或者按8%测 都没关系 对吧 比如说我先设 我设这个利率是7% 我去求一下 未来的流污的限制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后面的这个计算过程 首先我设利率7% 然后我们把这个 未来的流污的限制 我们算了一下 这个结果是106.36 大家看这个是比1000大的 既然比它大 你就往高测 就是一顺了 对吧 假设你设计3% 8%还没问题 你算的结果 你看这是小的 对吧 反正就说 如果你设的未来流污 比它高 那你就往高测 比它低 你往低测 我们就要找到 一个比1000大 一个比1000少的 两个最接近的那个利率 然后我们利用内差法 就得到是7.09 是吧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第三 第三问 然后第四个 让你判断它是不是合理 我们说这个比8%小 不合理 投资人不接受 然后他让你算一下 票面利率的合理区间 那对于票面利率的合理区间 我们刚才强调了 它应该是什么呀 不能够低于普通债券市场利率 同时呢 又不能超过普通股的 这个税前的资本成本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IR的范围 它应该是 最起码要大于8% 但是又别超过我们的 10.5%除以1减去25%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他问的是票面利率的区间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 灵界这两个利率 比如说你看啊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后面给大家的这个计算 就是税前的股权成本 我们算的是14%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通过计算啊 也就是说我这个IR 应该有个范围 别超过 低于8% 但是别超过14%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就利用你刚才列的这个公式 我们把IR带入8% 然后设这个 票面利率为位置数 然后再把这个IR带个14% 再设票面利率为位置数 就是把这个60改成什么呀 1000乘以票的利率 但是把IR变成我们的那个 灵界的那两个利率 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这个答案 就是首先呢 我先设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税前的资本成本 应该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这个普通债券的 这个市场利率 是吧 也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下 它到最起码得 别低于8%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答案 就是把这个IR变成了8%了 你看 整个公式就是这个利率变了 然后呢 你看这个利息 原来是60 人生气的把他分的位置数 一解方程可以得到 然后我们再来看 税前成14% 也是把那个IR的地方过在14% 然后倒求票面利率 这样可以得到你的票面利率 合理的范围